字幕提供 计划今年下半年落脚台湾 与台湾相关单位合作因应中共的渗透和影响力 这是欧洲首次有私人智库落脚台湾 外交部今天表示诚挚欢迎 未来乐运比照国际智库来台设点提供相关协助 国造行驶高脚机永英号预计年底进驻台东制航基地 这两天原型机首度在台东进行一连串测评 吸引军事民意追击 国防部预计今年底两架交游空军 2024年33架优先波浇至航基地 中央气象局观测台风疏力机 今年两天最渐进台湾 但为台湾带来的降雨非常有限 今天午后热对流让屏东雾台闪山 累计降雨超过100毫米 却没降在积水区稍嫌可惜 而在南投清济农场 今天下午也下了两场震雨 雨时虽大但都只有约10分钟左右 前往清济农场游玩的民众 看到大雨很兴奋 新唐人眼睛电视整理波动